好,我们现在推导空间直线的Function 我们假如说一个直线,它过一个点 这个点是我们叫做P0,X0,Y0和Z0 好,并且平行于某个向量 这个向量我们把它叫做V 它的坐标是A,B,C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 以至这两个条件 我们来推导这个直线的Function 我们知道这个直线是平行于这个向量的 这个向量我们叫做方向向量 那我们现在来推导这个直线的Function 我们现在假如说这个直线上任何一个点 它的坐标我们叫做P 它的坐标是X X,Y和Z 那我们从这两个点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因为是跟V是平行的 所以它是V的一个,相当于是V的一个伸缩 那也就是说P0,P它是等于一个 我们用这个参数表示,用T来表示 它是V的一个,是V的跟V平行 所以它跟V只差一个常数 只差一个数量 那么也就是说X-X0,Y-Y0和Z-Z0 好,等于T,V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直线的Function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原点 因为我们把坐标,把点跟向量 我们把它,把点和向量 我们把它等同的话 那这个向量 好,X,Y,Z所对应的向量 我们叫做RT 它是跟T有关的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这是RT 是等于RT0 加上TV RT0就是我们的 这个是RT0 RT0对应的是我们P0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Function 或者说写出来 这是XYZ 它是等于X0,Y0,Z RT0 加上T A,B,C 这个我们叫直线的点向式Function 就是Point Direction Equation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得到了一个直线的方程 我们知道过的是这个点 然后方向向量是这个 那它的一般的坐标 就可以是写成这个点 加上方向向量做伸缩 这是我们直线的点向式方程 因为我们P0P是平行位的 好 那我们把坐标分别写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点向式方程 如果我们把坐标分别写出来 就是X等于X0加上AT Y等于Y0加上BT Z等于Z0加上CT 这个也是一个方程 叫直线的参数式方程 叫做Parametric Equation 这是直线的参数式方程 那我们还可以变一变 如果我们在第一个方程 就是点向式方程 或者是第二个 当然上面这个也是点向式方程 在第一个方程 或者第二个方程里面消去T 那我们得到什么呢 我们刚才不是 从或者是从最上面这个方程 我们也可以得到 从最上面这个方程 也可以直接得到 那么也就是说 X我们在一个方程 X-X0 除以A 因为X-X0等于TA Y-Y0等于TB Z-Z0等于TC 所以我们把T消掉 那我们就得到 X-X0除以A 等于Y-Y0除以B E等于Z-Z0 Z-Z0除以C 这个我们叫 那么我们得到的直线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等式 得到的直线的方程 这个叫做直线的对称式方程 当然我们一般的要求 A B C都不等于0 这样写起来才有意义 你要是分母有个0 那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个是直线的 这个方程叫做直线的对称式方程 那么这三个方程 我们通常会 交叉 就是混合着用 你看哪个时候 用哪个方便 那我们就用哪一个方程 好 这是直线的方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那如果是直线 一个Line 它通过 一个点 -204 而且是 平行与 平行与V V是2I 加上4G 加上 减畅 减2K 那么我们去找出它的方程 那我们 根据我们的点向式方程 我们就知道 这个我们可以写成RT 等于 RT0 就是-204 加上 T乘上 24-2 这个是点向式方程 如果说是我们在平常做作业 是什么样的 做作业的话 你可以选任何的一个方程 或者是 这个可以写成XYZ 等于-204 加上T 这是24-2 这两个都是点向式方程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参数式方程 X等于-2 加上2T Y等于 那Y等于4T Z等于 4-2T 这是对称式方程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对称式 也就是X加2 中间X加2除以 除以2等于Y除以4等于Z减4除以-2 这是对称式方程 任何的一个方程都可以用 当然你要看具体的题目 如果它要求是哪个方程 你可以写哪个方程 那我们刚才是给出了 直接给出了点和方向 那么如果它给定了三个点 它给定了三个点 P是-3 2 -3 Q是 1 1-4 然后是 给定两个点 不能给定三个点 给定两个点 那么我们 我们找它的equation 给定两个点 我们去找它的equation 那给定两个点 实际上两个点可以确定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就是它的方向向量 所以我们看到 V就可以是PQ 就是Q-P 那就是4-1 那这就是它的方向向量 那么我们点可以选哪个呢 点你可以选P 也可以选Q 这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用 那么选P的话 我们选P的话 就是 我们可以把三个方程都写出来 我们先就写参数式方程吧 那么 X就等于 -3 加上4T 因为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是X0 这是Y0 这是Z0 P的三个 三个坐标是X X0 Y0 Z0 而PQ的坐标 就是ABC Y就等于 2加2-T Z就等于 负3-T 如果选P的话 就是这样 或者说 X加3除以4 等于 Y-2除以负1 等于Z加3除以负1 那如果你要选Q的话 我们可以是选P 如果你要选Q 那我们得到的是X 等于 1加上 4T Y等于 1-T Z是等于 Z等于 Z等于 负4-T 那 X-1除以4 等于 Y-1除以负1 等于 Z 加4 除以负1 好 这是 这是我们的 给定两个点 我们去找直线的方程 好 直线的方程 我们大致上就只需要讲这么多 那我们以后在后面后续的课程里面也许碰到其他的问题跟直线有关 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再讲 那么对直线来说 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的点和它的方向 知道一个点和它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给出它的方程 谢谢 谢谢 i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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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 谢谢大家